要不一无所有 要不全部拿下 他是靠着女朋友吃了八年卵饭的男人 也是综合格斗选手里 历史唯一一位能够登上福布斯排行榜的土豪 他是八角铁笼里最会赚钱的 也是生意人力最能打 UFC格斗的一台是他的后发源 他想来就来 他想走就走 我又跳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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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 就在六月里外 T303 曾经有人气之王嘴炮康娜又回来了 这是他时隔三年的再度回归 将会在次中量级对上铁人钱德勒 众所周知 如今的泡泡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饥饿感 回想当年刚刚踏入到UFC 就如一匹飞马快速狂奔 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 就横扫雨量级的所有高手 最终Q火王二都在雨量级的战场直接封神 又用了一年的时间 拿下了轻量级的冠军腰带 成为了UFC历史首位双冠王 至此泡泡的生涯达到了巅峰 有人说只有成名之前的泡泡 才是很早一切的真正泡泡 千万别惹巅峰时期的嘴炮 没错 就在成为双冠王之后 泡泡的生涯是一落身杖 一直手动中数过来的比赛场次 只打赢了一个即将退役的老牛仔 但是今天这期视频 咱们不聊这些 看一看泡泡生涯早期的比赛 它是如会雷霆之势 快速席卷了整个雨量级 第一场比赛 泡泡对战马克思 布里梅杰 但是现实版七龙珠的那八 一样的光头 一样的眼镜 一样的倒霉 此时的布里梅杰 已经在UFC三场连胜 就连出场的样子 也是牛逼轰轰 造型独特 因为他面临的对手 是初来乍到的UFC新人 这是泡泡来的UFC首秀 这一战 他将会把布里打回原形 短短一个回合不到 泡泡就用连续的左拳上钩 打的布里是找不着北 轻轻松松迎向了首秀 第二场比赛 泡泡遇到了八柔黑带 18胜九负的老将 叠格不难 此时的泡泡已经开始装逼 标志性的招牌背头 再赔上一套衬衫马甲 根据泡泡后来的回忆 当年手上戴了这块名表 都是在地摊上买来的假货 这就是泡泡的包装能力 直接和其他的选手 拉开了距离 离赛一开始 嘴泡康纳就开始炫技 高扫踢 转身后摆 虽然连根毛都没有碰到 但全场观众认为 这是个高手 可以看到 这一战的泡泡 胸前已经有了星星纹身 可以说是霸气外落 嚣张无比 又是不到一个回合 嘴泡康纳完成了秒杀 抬下了观众 已经彻底的沸腾 这哪儿还是出来炸到了新人 完全是S级的超神表现 赛后的发布会上 泡泡也嚣张地表示 这种小儿科的比赛 只是洒洒水 有本事再给我安排点厉害的 白老板也当场表示收到 于是在等了两个月之后 他又遇到了帅气逼人 钻石哥 此时的钻石哥 要颜值有颜值 要实力有实力 直接战绩16胜三负 在排位和段位上 完全碾压了前面的所有对手 如果之前的对手是黄金 那么钻石就是真正的钻石段位 这一战的双方 都是年轻气色的年龄 泡泡继续包装自己的人设 赛前路无情嘲讽 而心里战胜是一路不少 甚至每次见到钻石哥 都要忍不住地羞辱一番 并扬言只用一个回合 就会让钻石哥躺在地上 而钻石哥的心里 也只有一个最粉质的想法 就是一定要弄死泡泡 这也导致双方 在发布会和撑中仪式上 多次擦枪走火 大打出手 但是当晚的比赛 却让所有的观众彻底震惊 一个回复不到 泡泡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出汗 就用左手重拳 轻松KO 无论观众怎么想 泡泡确实用场上的行动 实现了自己 吹下了牛逼 这就是泡泡吸引人的地方 第四场比赛 泡泡对战丹尼斯西弗 开始来自俄罗斯立员猛将 15岁练习桑伯和柔道 17岁移居德国 开始练习泰拳和泰拳道 在对战泡泡之前 已经打下了22胜9负的成绩 而泡泡却在比赛之前 冷冷地向媒体们表示 这一战不会超过两个回合 好了 让我们进入比赛 看一看泡泡这一次 又能否对线吹下了牛逼 对战丹尼斯西弗r 很快 他在第一半的表演 在前面有些人 他在右手中 他在某個角度 他在某個角度 再次 他在某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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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勉強 他有技術 他在某個角度 他 act的 另一半的招臉 他用手 他臉打 他在某個角度 我就在某個角度 拜託 这一战嘴炮不会吹灰之力 赢下了比赛对线的承诺 可以说这个阶段的炮炮 是他职业生涯最强的时期 速战速决 无人能归 后来的职业生涯名利双收 无论是名誉还是事业 都已经到了生涯的巅峰 虽然后来输给了小鹰和钻石 并且每一次的失利都以惨动收尾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嘴炮康纳仍是很多全迷 认识和喜欢US性的原因 所以6月29号 US303嘴炮对待钱得乐 格斗迷们千万不要错过